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假装线技术 假装线技术是大家考试重点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思维出现 所以大家重点上屋 第一个假装线技术的合成 假装线技术的合成过程比较复杂 所以大家首先要了解它的合成原材料 假装线大家都知道 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线 大家注意最大的内分泌器官跟他不一样 假装线最大的内分泌器官打假装线 最大的内分泌器官打下滑造 我在下滑造的是跟他说了 体内最大最复杂的内分泌器官 在里面八百思维学的一百九十面 你要不要打下滑造 那么假装线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线 那么你打假装线 这个你们没考过 这只是一次考过 假装线今天考过 毕竟来考大家 大家一错两个都错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好了 这就是假装线的特点 好了 假装线在整个合成过程中 它的原材料 第一个是原料碟 第二个是假装线丘弹板 TG 好了 请大家把这个阳文记住 我在讲过的过程中 机上出现的阳文 TG 假装线丘弹板 所以这是两个合成的原材料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外科学内科学都跟他讲了 哎 合成假装线都一定要原材料 点 点 大约80%到90%的食物 假装线食物中缺化这种碟 里面的高原地区 哎 它有些土壤中缺化这种碟 那么就会导致大博子病 假装线的合成也少嘛 就会导致大博子病单纯加装线 所以由于这个原料碟 90%的来自食物 所以一定要保证食物中有碟 假装土壤中没有这种碟 哎 你就要在食盐中加油碟 所以我们现在大博子病很少 就是因为加点食盐 好了 其他的饮水空气中都有这种碟 食物中的碟主要是离子形成成碟 绿化辣 绿化甲 所以他一减离之后吃进来就是什么 哎 离子形成成碟表现为什么 碟又上甲 哎 大袋互电后的 哎 这叫离子碟 所以这种食物吃进来的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第二个那么大家注意了 那么它的原材料就是假装线球蛋白 假装线球蛋白里面含有什么 那 闹岸山 闹岸山上面有个本帆 本帆上面有个七原子 得因为我合成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七原子 由这个点来替代我的 那假装线球蛋白上面闹岸上面的这个 七原子把它换成这个点 换一个点分子那么叫做一点闹岸山 换两个点分子叫做二点闹岸山 换三个点分子就是T3 换四个点分子就是T4 所以我们假装线球蛋白里面含有个七原子 所以我们假装线球蛋白里面含有七十值 就是假装线球蛋白里面含上面的 这个闹岸山产线上面有个本帆 本帆上面有这个七原子 那么被这个点活化之后取代的过程 取代一个一点加仙约岸山 取代两个二点加仙约岸山 取代三个T3取代四个T4 所以你的假装线系统T3T4就这么来的 因此点或假装线球蛋白TG 所成为合成假装线系统的什么 重要的原材料基本原材料 在整个合成的过程中 因为它有个关键酶 这个关键酶希望大家给它记住叫做TPO 叫做假装线果氧化物酶 它在基本上在假装线系统合成的什么 各个过程中的起作用 除了聚点浓缩点 没有作用之外其他的 所有的过程中都有这个关键酶的存在 所以它叫关键酶 好了我们流料内的药物 我们抗假装线药物流来的药物 就是移植这个关键酶加装线果氧化物面TPO 那么移植了假装线系统的合成 所以就用于假装线功能抗进争的资料 所以只要抗假装线这个药物 所以有时候它出这种题目 流料内的药物抗假装线功能抗进争的 基本原理是什么 就打一致了TPO 一致了假装线果氧化物面的作用 好了大家再来看看了 这假装线系统的这个分子 我跟大家说过 我说假装线结合球蛋白 哎 TG 那么它里面含有什么脑暗散 哎 这就说 这个脑暗散是假装线结合球蛋白中间的 一分子 哎 在一分子中含脑暗散 脑暗散上面是你看看 是不是有个本环呢 哎 这有本环 本环上面大家看看 有几个探源子 123456 哎 什么 三号位 五号位 往往是我们得要结住这个什么点分子 哎 活性点的 最重要的部位 三号位 五号位 所以一般就是什么 先三号位结合一个点 点 再五号位结合一个点 大家都这样 大家看看 那晚上跟一点那晚上MIT 大家看看 有什么特点 唯一的差别就在三号位出现那个点分子 所以我们刚才用的这个什么 食物中的这种点 当然它一定要活化 成为活化分子之后 哎 它的表现方式就是点上面一个零 成为活化分子之后 就可以跟这个点分子上 本盘上面的什么 轻原子 这其他没写出来就是个轻原子 它取代 所以把这个本盘上面三号位的 哎 这个 轻原子 由这个活性的点 取代一个 三号位取代一个 叫做一点到三 MIT 加上取代两个 你看 三号位取代了 五号位取代了 那就叫做 二点到三 叫做DIT 加上取代三个了 你看看 哎 这取代三号位一个 五号位一个 三号位一个 哎 你看看 取代三个 就是三点假限原案三T3 加上取代四个你看看 就是两个拿了两个本盘 取代四个你看看 怎么样 就是四点加限原案三 就是T4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T3T4 接着接着我们说出的 假装一级素 其中四点加限原案三T4 也简称为假装线素 假装线素跟假装线素 似不一样的 大家做题就是个医疗注意了 假装线素 哎 实际上大的概念 T3T4加上缓T3 都叫假装线素 合称 假装线素呢 直指T4 哎 直指T4叫假装线素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生理学一种独特的教法 好了 大家从这个分子时就会知道 我们闹安三 一点闹安三 二点闹安三 三点闹安三 四点 哎 假装线 闹安三T3T4 跟这个分子一样的差别 就这样 所以我假装线的合成 就是什么 哎 在我假装线结合称他们T7 T7技术上 它里面专门有个闹安三残机 这个闹安三残机上 本番上面有个氢原子 哎 我用这个活性的点 把它不停地取代 这个氢原子 取代一个 一点 取代两个 二点 闹安三 取代三个T3 起代四个T4 OK 这个就是它的合成力 大致的方向就这样 所以大家知道 从这个分子时 大家可以理解 哎 我们等一会讲的合成过程 好了 大家来看看 假装线结束的合成过程 刚才我们说了 假装线结束 其实上这个 我已经讲了 它归纳中间出来 就是三个大步骤 一个是据点 哎 就在假装绿炮系统中 把这血腥中的这个 点力子据得很高 第二个是点化 点化 哎 就是把这个点离子 5G离子 没有核心的 搞成有核心的 第三个就是锁核 哦 点化这个锁核 锁核 我刚才说了 哎 就是把这个 这个聚在一块 所以总继是包括三个 三大步骤 这三大步骤 我们来一个讲 第一 距离 什么叫距离 生理状态是下 假装线内的 大家看看 假装线这种离子点 就是5G的这种点 离子点 我们吃进去这点 点化 那点化 加一水点 就是什么 点离子 就知道离子点 那么我血清中的三十倍 血清中的离子点 只有假装线内的什么 三十分之一 哎 记得这个怎么记 我们跟大家说过嘛 细胞类的 假装线的 都藏着细胞外的什么 哎 三十倍 把这个细胞当个 假装线 OK了 假装线内的 点 离子 常常是血清中的 三十倍 你不记住了吗 是不是 好了 大家注意了 哎 我要句点 肯定是个主动转运 我也是嘛 因为你从血清中吸收 这种点 大家看看 这是血液 就是血清中的 这种 哎 离子点 它的浓度 只有你的 甲状线细胞中的 三十分之一 你要从三十分之一的 哎 这种低浓度的地方 到 甲状线绿跑细胞中的去 到了三四倍的 这个高低的地方去 从低浓度的地方 到高低的地方 肯定是什么 一种主动转运 所以这个聚点的过程 其实上就是 甲状线绿跑上皮细胞 主动 摄取 哎 这个什么 离子点的过程 这个过程 我们把它叫点补货 也叫聚点 哎 把这个点聚集起来嘛 聚集点 也叫点补货 也叫聚点 好了 聚集起来了 全部这些 哎 离子点 都到了甲状线 你们去了 去了之后怎么样 还要把它火化吗 哎 哎 你这种离子点 他不可能直接解到 那晚上上面去 那么别回来火化 哎 这个火化的过程 就是第二步 叫做点化 哎 大家看看 怎么火化 大家看 啊 首先 据点 据点 甲状线绿跑细胞中英来 哎 据点就来了之后 还是离子点 离子点 大家注意 在这整个火化的过程 你看看 大家怎么样 要TPO 哎 就是 甲状线过氧化 我们美的睡化 所以吹化之后 成了成了 活化的点分子 哎 这叫活化的点分子 只有这个活化的点分子 活化点 才能够取代 脑岸上上面的 哎 这个氢原子 所以第二步就是这个活化 结果 所谓活化 就是哎 把这个什么 离子点 活化为 它能用的 活化点 好了 这一步 一定要是 是吧 哎 关键美的睡化 就是甲状线过氧化 美的睡化 好了 它继续大家看看 活化成点之后 它怎么 哎 继续分 分泌出来 分泌到哪去 昏迷到甲状线的 线泡中去 大家看看 三个过程 哎 大家看 一个是血液 一个是甲状线泡细胞 这到了甲状线泡 相处 下 接 浑迷到 甲状线泡 的这个活化点 那么 再跟我们刚才讲的 哎 甲状线球蛋白 甲状线球蛋白 大家注意啊 是在甲状线 脂细胞中 合成的 合成之后 以除胞的方式 释放到 哎 释放到 甲状线泡 中进去 为什么除胞 大家都知道嘛 哎 大分之五之 除细胞的方式 叫除胞 如细胞的方式 叫吞噬 所以它是大分之五之 因此以除胞的方式 除到哪去 除 甲状线泡 脂细胞中间 出来 到甲状线泡 中间去了 甲状线泡 中间去了 大家看看 第一个是甲状线 结合球蛋白 TG 那么它的分子上面 含有脑氨酸 脑氨酸 本番上面有这个新原子 就跟这个活化的点分子 哎 哎 活化的点分子 在TPO的左右下 也就是 找着一些怪化美的新原子 关键美的新原子 继续点化 什么叫点化 把这个活化的点分子 取代 闹安三 本番上面的这个新原子 先取代三号位 再取代五号位 哎 你看看 先取代一个 三号位一取代 叫做什么 一点甲型美的安三 MIT 好了 大家注意啊 这个点化过程 要关键美的新原子 好了 假如再搞个五号位 再点化 哎 跟这个一样 那么记得吗 DIT 二点加学原本三 这个过程也要 点化过程也要 关键美的新话 好了 大家注意 一点加学原本三 只有一个点分子 二点加学原本三 只有两个点分子 所以在最后把它说好 哎 MIT 加上 DIT 就是一个点分子 加上两个点分子 设下来就三个点分子 三个点分子 就成了我们收获成了我们 C3 T3 加入两分子的 DIT 就DIT加上DIT 两个点分子 所含的 DIT 大家看一加下四个点 四个点 那么就是T4 所以这个过程就要收获过程 好了 大家注意这个不论是收获过程 点化过程还是活化过程 全部需要说完关键美的收获 你看 是不是 哎 所有的TPO T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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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要关键美的收获 只有哪个不要关键美的收获 大家看 据点的过程 它这个主动转移 不要关键美的收获 其他的全部都要关键美的收获 所以 据点过程不要关键美 点化过程说话过程都要关键美的收获 所以这就它的特点 好了 大家看看15年这个四体 它说在 甲状因结束的合成过程中 不需要 哎 甲状因果养化我们TPO 出化的过程是 据点嘛 哎 绿化据点只有它不要 其他的都要 所以答案为A 所以活化要 点化要 说何也要 所以比自己都要TPO的参与 只有据点过程是一个什么 主动转移过程 所以它不需要 因此正确答案答案A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甲状因结束的存在形式 甲状因结束存在形式在外周学中间 那么量最大的 哎 大家注意了 是T4 40 甲状因果养3 大约占93% 那么T3占7% 所以量最多的是T4 量第二的是T3 缓T3就几少了 基本上是伏六不击 为什么 它百分之一以下吧 基本上不击 所以很少考到缓T3 好了 它的生物学活性刚刚跟来相反 生物学活性是T3最大 T4次质 那么缓T3基本上没有生物活性 所以缓T3 既没生物活性量也少 基本上考试不刺的吉他 所以经常就出这种题目 大家记住这个经理 生物学活性最大的 甲状因吉素是T3 三点甲状因果养3 昏迷量最大的甲状因吉素 是T4 T4也叫甲状因素 所以甲状因素跟甲状因素是不一样的 甲状因吉素包括T3 T4一环T3 甲状因素四值T4 所以这种在考试中间 一定要把它修换开来 很接近 大家搞清楚了 好了 大家看看94年就考虑这个试题 他说 生物学活性最大的是甲状因吉素 是哪一个 A 打T3 三点甲状因素三 所以正确答案打B 甲状因素分泌量最大的 A吉素是什么 甲状因素 甲状因素不是甲状因素 甲状因素就是T4 所以正确答案打C 好了 像这种题目 大家什么要回答 不然大家这么很容易出处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 我们来看甲状因吉素的储存 释放和运速 那么甲状因吉素合成之后 它是储存在甲状线的上皮绿泡腔中 它也是唯一目前已知的 以细胞方式来储存的这种吉素 也就是唯一储存在细胞外的吉素 就是储存在甲状上皮绿泡腔中 所以它是唯一 因为是唯一 所以它考到你的时候就很可能考到你 下面那个吉素 出生在细胞外 一般的都是储存在细胞内 那么但是它储存是出生在细胞内 就是加成绿泡之中 大家注意啊 不是我们运动形式 不是我们滑稳作用的什么 游泥形式在什么 血循环中间 当然了在细胞外 这个是专门储存的细胞外的 并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储存量最大 所以你看看加征还很大 它假如即使不照 再不重新合成加征结素 它也可以满足机体 50到120年的代谢需求 所以它是目前已知的 唯一储存的细胞外 也是储存量最大的细胞 所以它也会这样考虑 下面哪一个是储存量最大的细胞 所以像这种 精神考到的这种唯一啊 什么最大最小 这都是它长高点 希望大家给它什么准确的细胞 分泌形式 分泌形式大家注意了 分泌出来的加征结素 分泌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T4 就是4点加线变化3 那么第四二种是T3 还有一种是微量的T3 大家注意 哎 90%的都是T4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讲了 假存基础在体内 量最大的是T4 活性成度是最高的 那么是T3 这两者都考过 哎 我记得在94年考过 大家什么不要考他搞分泌的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运输形式 那么在假存基础 在体内的所有的假存基础 大约是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就绝大多数都处于 假存绿泡之中处成产 所以处成形式是在绝大多数 假如在运输形式呢 都有各种有各种什么 结合的形式 那么是最多建立 就是剩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那么它常常是以结合形式成产 那么跟什么东西结合 跟血腔蛋白结合 那么跟普通的蛋白之间结合 那么结合蛋白之中最多建立 大家都知道 TBG 我们这里也给他讲过 假存基础结合蛋白 那么在所有 总的结合量的75% 大家注意啊 是这剩下的 二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 这些假存结束 那么剩下的这些 这些结合状态 那么它在75% 也就是不是它是 总量的75% 而是结合量的75% 但不管怎么说 它在结合量里面是 最大最大的结束 假存结合蛋白 所以我们整单假抗的时候 怎么样啊 大家注意了 总的假存结束 那么就受它的影响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比如说润神 你比如说干病 胜病 都可以导致 假存基础结合球 它们的变化 所以它就会影响 总T3T4的测量 所以不利于 我们假抗的诊断 就这个道理 好 第二个 那么就以假存结束 转运蛋白TDR的形式存在 这个因为量比较少 所以考虑这个黑少有它 第三个是 用白蛋白直接结合 那就是存在 好了 大家注意了 这就是结合性的存在 还有几少数 几少数有有力的形式存在 但是只有有力的形式存在的 假存结束才有生活活性 所以在临床上 大家就要注意了 我们表现个生活活性的 T3T4 什么量是极其的少 大约1%到2 绝大多数都是以 这 假装线结合求他们的形式结合 或者是处成的假装线 绿炮之中 所以只有几少数的 是有力的3T4 那么才有生活活性 好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运输 还有一个降解 降解的主要方式就是脱点 因为它合成的这个是加上点嘛 那么它降解的这个当然是脱去点 那么降解的部位在哪儿 肝肾骨骼器都会进行降解 这它降解的主要部位啊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假装线结束的作用 其实假装线结束 我想过很多病 也考过很多病 希望大家注意 假装线结束虽然是按内结束 但是它的作用线跟内部的结束一样的 内部的结束大家都知道 它的作用线是什么 是核受体 化合作用 包合核受体 化合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结束 在细胞膜上没有受体 直接进入细胞膜 核磨进入核类 那么跟核受体结合 形成一个极塑受体的活物 通过影响进行转动 来发发受的效益 所以它是个核受体 跟进入细胞核之后 跟核受体结合 影响进行转动而得的 这就是假装线结束的作用线 所以跟内部的结束很相像 这内部的结束就是这样的是不是 好了 我们这就跟它作用线 作用线的考读很多次 在前面总装线的时候 我也跟它说过 好了 大家来看 05年考虑这个实体 大家看 下的哪种基础是通过基因调节 化合是有效应的 哪一个基因调节 基因调节 那肯定只有核受体 进入核类 和与DN2结合 影响第一 第二的转度 那么再接近基因调节 所以那么都是核受体 这下的五个 选项中 只有假装线结束 是核受体 通过影响基因 调节 也就是DN2转度 来发展的实物理学作用 因此正确答应该答D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假装线结束的生理作用 假装线结束的生理作用 大家经常考虑做重点掌握 第一个 足迹生长化育 足迹生长化育 两个最重要的基数 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是生长基数 一个是假装线结束 并且这两个基数就有协生作用 不同的是 假装线结束或生长基数 都能终于生长化育 都能终于仓库的生长 但是 假装线结束 可以影响生理系统的化育 但是 我们的什么 生长基数 不能引起生理系统的化育 假装线结束 并且影响生理系统的化育 是最重要的基数 所以这个就经常考到 它经常考到 影响生理系统化育 最重要的基数是什么 考过三次 是不是 都基本上是原体 由于它能影响生理系统的化育 在哪个时期 最容易影响生理系统的化育 培怠线 一到你出生之后 婴幼而弃 那么最容易影响生理系统的化育 因为生理系统的化育 还没有完善 所以 当你先天影缺化 假装线结束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的生理系统 能不能化育好 不能化育好 所以生出来的孩子 这种幼儿 常常导致呆小症 什么意思 就是又旧小又呆 也叫柯丁兵 说又小又呆又啥 生活不能治理 这就叫做 呆小症 可丁兵是假装线结束 确实 先天缺化所知 又是这个缺化所知 好了 还有在生长期 我跟他讲过 讲过猪乳症 也是小 但是他不呆 也就是他虽然小 但是长得都是浓化的 他不呆 他甚至在比你聪明 所以 有的人是既呆又啥 叫呆小症 可丁兵是假装线结束所知 因为他影响生理系统化育 没有化育没有化育好 所以这种病人 常常会导致呆小症 可丁兵 有些人是 缺化之后 生长结束所知 哎 生长结束所知 但是老子的化育 是正常的 因为 生长结束不影响 生理系统化育 老子的化育正常的 所以这种人 只小 不呆 因此 猪乳跟呆小症 哎 差别就是 你看看 左边的这个小朋友 这当然不是小朋友 二十二岁了 对于是猪乳症 但是他很聪明呢 跟最常人一样 治理没什么问题 右边的这个小朋友 也不是小朋友 十八岁了 只有一米 哎 呆小症 生活不能治理 所以这两个两个 都是一米 但是 哎 一个呆 一个不呆 一个老子 神经系统有问题 那么这是呆小症 神经系统没有问题的 叫猪乳症 所以一个是 假装纪受缺化所知 一个是 生长期受缺化所知 好了 第三个就是 显著的产人效应 大家都知道了 假装纪受是 刺激产热最最重要的技术 我们在产人的时候跟他说 所以 假抗的病人 常常就有什么 哎 身上总是流汗 产热效应嘛 所以 这就是产热最重要的技术 哎 假装纪受又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看 一个好跟的提示 可以使机体产生量增加 4200个大卡之一 4200个大卡以上 那么技术才提高28% 因此 哎 大家就注意了 假抗的病人 常常产热 常常流汗 就这个道理 好了 对代谢的影响 假抗的这个 激热率会增高 浩卫率会增高 产热率会增加 哎 我们假抗的病人 大家什么都 战队科学 外科学都学了 哎 都很熟悉 好了 对代谢有什么影响 对三大物质代谢的影响 这三大物质代谢的影响 它很矛盾 哎 所以在 你不犹豫 所以他就经常考虑 对唐代谢的影响 唐代的影响 大家说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 生理状态的方面 第二个 是大量的提三提四 也就是假抗 你比如说 大量的提三提四 也就是假抗的时候 那么它是逐进 唐代谢受 哎 是肝唐医生的家 逐进肝唐医生 是肝唐医生的家 哎 假抗的时候 所以这种病人的血糖 又升高的血势 但是 在生理状态下 提三提四有个 加速外交组织 利用破坏糖 又降低血糖 所以你看看 大企量的提三提四 就是假抗的时候 怎么样 逐进肝唐医生 逐进肝唻医生 那么血糖是增高的 但是 那么提三提四有什么作用 加速外交组织的糖的利用 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所以 这是不一样的 因此 大家要看到了 一个是生理状态 一个是大企量 所以当假抗的时候 他问你 假抗的病人 糖代谢 那么血糖是什么 大企大企大 升高 假如我们生理 激量下的 哎 假酸习素 常常是 哎 降低血糖 这两个两个不一样的 刚刚是矛盾的 所以 大家什么 背的四个一要背好 好 怎么背 你看看 假抗的病人 一般代谢比较抗筋 代谢比较抗筋 就跟交个神经新婚一样 他血糖给你升高的 确实 假如不升高 血糖都低了 都低血糖分泌 你还要代谢旺盛吗 肯定不可能 所以假抗的病人 又代谢旺盛 消耗的能量比较多 往往血糖是升高的 哎 这个一点大家知道就行了 是不是 好了 T3T4 刚刚在生理状态下呢 哎 跟他相反 假如外出主习 一般让血糖有降低的趋势 好了 这个糖代谢的影响 那么这之类代谢的影响 大家注意经常考的 就是胆固醇 哎 大家都知道 假抗的时候 血中的胆固醇是降低的 为什么降低 因为T3T4它的作用比较矛盾 为什么 既能促进降低 就是既能促进胆固醇降低 也能促进胆固醇合成 所以这两个是矛盾的 代谢 总体的效应是出降低 代谢出合成 由于降低的比较多 合成比较少 所以它是重的胆固醇是降低的 好了这个知识点考过很多次 为什么 生理学者也考虑 生物化学也考虑 生物化学在生物氧化 那里面讲 那么内科也考虑 内科的假抗的时候 蛋固醇有什么变化 所以三本教材考虑 因此 假抗的时候 蛋固醇降低 这个结论 希望大家给它记清楚 考个很多次 有三五个教材都考虑 好了 我们看看蛋白质的影响 也是矛盾的 在生理量的假成结束 就是我们平常人 这种题材题字 那么是逐进他们 是合成的 但是在大街上 那么是逐进他们 是分界的 那么怎么记 你说我考虑这个 我记不住 你这样想一想 假抗的病人你知道吗 假抗的病人 常是女人比较多见 多头上抗的女人比较多见 假抗的病人 一般什么 典型的都是瘦子多见 胖子很少 为什么 他高代谢嘛 所以为什么瘦 大家看看为什么瘦 因为他的什么 在大气量的瘦 诶 逐进他们的分界 既然没得分界了 当然就会瘦 诶 你这样记得 如果他记得了 生理状态下呢 你我 他绝对不会逐进他们的分界 为什么 他要是什么 长身体嘛 诶 长身体跟进他们的合成 而不是分界 所以他大计量假抗的病人 常常是逐进他们的分界 诶 他就收 正常计量生理量 诶 他是逐进他们的分界 诶 逐进他们的合成 所以他是长身体 诶 这个女主要给他记住了 好了我们假抗的时候 刚才我说了 那么他常常会导致代谢往生 那么血糖是增高的趋势 缓治呢 身体状态下呢 诶他就是吧 代谢就下降了 所以血糖降低 你看看这种东西 你是不是给他搞定了 是不是 好了 肢内代谢 肢内代谢在于 大量假抗的时候 诶 胆固成下降了 为什么下降 你也可以这样记嘛 诶 你看看 大量T3T4是昏迷 里面是假抗的病人 你看看 都比较瘦 瘦的人 你想一想 诶 血子也下降了 是不是 胖子在胆固成增高 瘦子 胆固成下降 你说一说 你这样记 不 不看我们这个胜利学 我记得结论 我记住了没有 就记住了 考试是个这样的大结论嘛 因为他是多选题嘛 说明你们就搞定了 好 得虚化获得的影响 这不要大家记 为什么 假抗的病人 就是T3T4增高 所以得虚化获得的影响 那么假抗的病人 心率增快 心急速说有力气 数穿钱 他妈也要他真大 所以你看到假抗的病人 点心表现 你都出来了 所以就没有必要再一个个去记了 考试是考到了 你自己把它推倒出来 所以像这种 比较难记的东西 大家还在搞清楚 不然的话大家什么 就分在一起了 好了大家要理解 不理解 实际因被今天被明天忘记的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这个实题 关于假抗技术 身体作用的叙述 哪像是错误的 他问你哪像错误的 大胃增强心急收缩力 我们假抗的病人 T3T4增多 当然心急收缩力很有力 心率增快 是不是大胃正确 假抗的病人 那么代谢网生 神经系统性分率增高 所以 比较正确 大胃是 能够足进骨骼或脑子生长 诶 足进骨骼生长是 假传奇数也可以 生长奇数也可以 但是足之脑子生长 那只有假传奇数 所以 假传奇数 身体作用 足进骨骼的生长 长长 足进脑子生长 诶 不让你到胆小症 这也是正确的 所以ABC都正确的 那么错误的大象 只有大地了 减少胃增强心 诶 我们刚才说 跟大家说了 应该是吧 增加胃增强心 生理作用 就是生理状态下的假传奇数 所以大家注意了 假如说 这个题假如说 大肌量的假传奇数 的生理作用 那么 哪个是正确的 那么就是大地了 所以像这种题目 大家看 怎么答 哎 一定要看到生理 剂量和大剂量 所以大剂量 减少胃膜质化成 小剂量 增加胃膜质化成 所以正确答应 答第一 因为这个错了 它要见到它的生理作用 生理剂量 我们看看 19年考虑这个试题 在胚胎期 对脑化育最有重要的结束 是什么 对神经系统化育最有重要的结束 我们刚才反反复地 跟大家说了多少次 叫假装性结束 虽然生长结束 也足及生长化育 但是它不足及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 所以假装性结束是对脑发育 神经系统发育最重要的结束 因此正确答案答第一 因为这个题已经考过两三次了 所以再次考你们 那么基本上都是个送分题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04年这个试题 大家看 能促进胃膜质核成的结束是什么 能促进胃膜质核成的结束 生长结束能促进胜质核成 为什么 你要生长吗 肯定要胜质核成 假如胜质分解 那不是什么 那不是越长越瘦 假装结束也是这样 生理既然的假装结束 要促进胃膜质核成 不然那怎么能促进生长呢 你既然能促进生长 肯定促进胃膜质核成 而不是分解 假如促进胃膜质 那是什么 那是负担平衡 不可能生长的 所以正确答案两个都有 两个都均实 所以正确答案打C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问 右脸色缺化导致带小针的字 带小针 是假装结束缺化 因为它引起神奇系统的化育 所以当假装结束缺化 神奇系统的化育不良 会导致带小针 就是又傻 又矮 所以正确答应该答B 下这个题我再来说一下 右脸色缺化 能引起诸如人的结束是哪一个 那么就打A 生长结束 所以像这种题目 大家看怎么问 你怎么打 是吧 所以答案分泌是C 或B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假装结束分泌的调节 假装结束分泌的调节 第一个就是点心的 下修了现水力 假装结束这个组来进行调节 所以大家就看到 既有长环规 也有短环规 哎 点心的这种缓坏的机制 考过很多次 下下了分泌的T RH 刺激 现水的分泌T TSH TSH 再促进加装结束 T3T4合成 当T3T4合成量 哎 增加的时候 那么T3T4 因为一致的现水的TSH 或下下了T2H 就分泌 那么这个距离比较长 叫长缓坏 当你现水的分泌TSH的时候 那么可以缓坏性的一致 下下了T2H 合成 这叫什么距离比较大 叫短缓坏 所以这个长缓坏 长缓坏 考了很多次 希望大家允许注意 这就是下下了现水力 假装的 这种缓坏条件 考过很多次 好第二个就是自身调性 自身调性 自身调性坚持目前为止 只是职业一直考过 你们还没考 为什么 假装结束在合成的时候 它的原材料就是一核那点 原材料就是原料点 以及假装球蛋白 哎 这两个 当你原料点 缺点水平缺化的时候 当然会引起你假装音技术的 合成障碍 所以大家注意了 通 如果是过量的点 哎 点很多 原材料很多 它可以一致假装结束的合成 那么这种效应叫做 点组织效应 所以点组织效应 你们还从来没考到过 怕到今天考虑 哎 希望大家引起主意 好了第三个就是神机系统条件 当交个神机系统 兴奋的时候 能够逐进假装结束释放 哎 大家都知道 好了 其他的因素 还能刺激 应激因素 哎 这在考试之后 几啥要用到 当应激缓淫的时候 哎 应激因素 当寒冷的时候 哎 刺激假装结束释放 那么逐进基地产日 所以 这些都是大家在考试过程中 经常要知道的一些 调节知识点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题目 96年这个题目 哎 大家考虑假装结束的什么 哎 调节 大家看 下面哪种情况是 初假装结束 初假装结束就是 TSH 哎 它分泌增多 下面哪些情况是 TSH就分泌增多 那么 就是一个SNT 大A 切除以致假装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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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的T3T4 怎么样啊 假装结束应该降低了 降低了之后 在TSH的互换个调节作用 去解锁 所以会导致 TSH增加 因此A 正确答案 好了 比 在长期的热环境中生存 大家都知道 假装结束的作用是干什么 哎 刺激产热 当长期的热环境中 海外的产热 不要的产热 哎 所以不要的产热 当然 主假装结束要昏迷介绍 而不是争夺 假装的争夺 大量的T3T4 大量的产热 那么在热环境中 你不是还要产热 那么什么中暑了 所以这个肯定是吧 T3T4 TSH结束 而不是争夺 所以处假装结束 分泌结束 但是 切断 下去了和垂直之间联系 大家看看 所有 哎 这个竹里面 下去了T2H 到现吹的TSH 到假装结束 这个竹里面 哎 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个特殊的竹 假装的切断了 再下去了 大家看 跟现吹之间联系 那两个两个之间 还不能刺激 你合成呢 不能 当然你不出假装结束 不会分泌成多了 两个都没联系了 你争夺结束干什么呢 让你没有 哎 让你没有什么 哎 联系 所以这个肯定是吧 他不能指导他 那合成 所以TSH就不会相应的争夺 当事物中长期缺化点的时候 T3T字减少 哎 假装结束 当然会互换亏 促进你 哎 除假装结束 分泌震动 TSH震动 所以第一 正确答案 因此最后答案下出来了 应该正确答案 应该答ID 这种题目 大家在考试之后 就一个个去分析 那么 其实上就是考虑个复环的调节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08年这个实题 就考虑比较简单了 寒冷刺激可引起下限到 除水底区 事发什么 寒冷刺激可人家产热嘛 产热最重要的结束 大家都知道了 应该是什么 假装性结束 是不是 要想假装结束分泌震动 那么 就继续往上看 在下下的主持续区 应该是什么分泌震动 TRH分泌震动 是不是 所以正确答案 应该答B 加这个题目 给它换一下 寒冷刺激可引起 现垂体 事发什么 你知道什么 TSH 哎 马上就搞定了 大家注意 不要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 打到ACD去 A CRH 刺激的是什么 皮脂醇的分泌 所以这个就出来了 好了 也不能打C GNRH 除新线结束释放 技术师 除今的是 新线结束释放 好 GHRH 这就是生长结束 疑似结束 是疑似生长结束的释放 所以它的作用 跟这个寒冷没什么关系 因此正确答案应该答B 再见 一 o 二 一 二 三